嗨大家好 我是飞播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 今天去讲一则关于Pi的信息 那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 关于讲了Pi Network的这个黑客松里面有VC投入 15000美金 那么这呢是看到了VC对于 Pi生态上面的一些 去做了一些投资 那好 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这个网站是Volumurchest的一个网站 那么他呢 翻译成中文就是富豪投资 那么这个网站呢是主要是作为一些初创企业的一个 风险投资 他们的理念就是说我们要投资未来 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创始团队正在研究一种改变世界的想法 那么他们推出了一个新的类别 那么他将创造数以计的经济价值 为未来做出更美好的一个创建 那这里的话他们这个创始团队里面来看见的 人是比较的多 而且他们投资的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多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信息在他里面讲了说 他的投资组合里面有Pi Network这个项目 那么这种信息的来源 是我看见了同样的一个博主小萱 所带来一个讯息 我看到之后我看见 确实里面有讲到关于Pi Network的一个投资 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网站进入之后 点到他的投资组合里面 那么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企业在他的一个投资名单里面 那么包括一些世界的著名的企业 或者说一些公司 那么都有他们的身影 还有包括区块链的 还有消费行业的教育行业的 企业级的还有金融科技类的健康科技的 还有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些项目 那么他们都有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 那么可以看到现在点经济之后 看到区块链里面呢 他也看到了啊 现在能够去投的这个区块链项目一共是11个 那么其中包括Pi Network就赫兰醒目 因为我们是作为派的一个忠实的用户者 所以说我们肯定看了就关于看派了是吧 那么从我们这个所看到的这里呢就可以联想到是不是 就是这个公司有去投入到Pi Network的一个项目的研发呢 那还是说他这个投资组合是早已经就有了还是说什么时候有的 那我们这个 暂时没有办法去追溯他的最早日期 那其实我们知道派的项目方在最早的时候 透过这个项目方的 创始人 尼古拉斯博士 或者说是范成雕博士的时候 分别都有很多主持人问过他们 你们的资金来源是什么样的 那么包括说他以前的时候去投入这个 广告产出的时候 他也去对社区里面进行一个调研或者说是询问 那那个时候的话 我认为是没有资本的一个进入的 或者说那个时候 这个富豪网呢 他们是没有介入到这个Pi Network的 所以说我在我的一个任职以内或者说我的一个推测 来看的话 这个富豪网站投资呢 他对于派呢是属于后期的 那么从这里去推算的话就有两个方面去 不同的路线了 那么第1种路线就是说那么这个风投机构呢 他看中了派来这个流量 那这一方面 那么第2方面呢就说这个风投机构呢 确实看了派的技术 所以从这两种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引入不同的一个观念里面去看 派Network呢在前期投入的时候 我认为的这个企业 那个风投机构 他是没有去加入到派的 他是后期中途的时候加入的 那么中途加入的时候 如果说派Network在前期的时候 最最在前期2018年2019年的时候 他其实是比较缺资金的 是比较缺这个投资人的 那个时候如果说他对于派的投入的话 我认为 可能项目方会接受他们资金 或者说是项目方接受他们资金 会从另外这种程度去谈判 你这个风投机构 大家知道风投机构 他并非是一个纯粹的资金 他投资还是会考虑到自己的一个收益的 那么当然这个投资的话 他肯定会考虑 收益占比或者说这个主动权或者主控权的一个把控 是来源于谈判桌上面的 那我们做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现在比较火了 恰的GPT 那微软公司他作为一个风投机构 或者说他对于这个资本的资入呢 他也是和这个三毛奥特曼等团队进行谈判的吗 你收过多少钱 你挣个多少钱 你就走吧 你又拿钱走人 然后后面的事情 我们再去谈 就说你所有的一切角色前来 你不要去干预到我这个核心项目方的走法 所以说如果按照派的项目方 以前一贯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性质来看的话 我们从这里去推测 尼古拉斯夫妇或者是范廷较博士 他们从 我们给我们这个派相分表达出来 就是说他们不接受任何风投资本 也就是说他们不会接受来源于 对项目方有任何操控的这部分资本 而风投机构像这家公司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作为一个企业的孵化 那么他们肯定或多或少的会对企业进行一定的干预的 那当然这里肯定有人就会反驳 那有没有不干预的 那当然是有不干预 但是实际上还得回到谈判桌上面去 如果这家风投机构真的是敲定在2018年的时候 真的就和他们三位创始人已经谈判 签好了这个协议 或者怎么那样的时候 我相信后面项目方就不会那么斩钉切地的说 我们不接受任何资本的加入 我们不接受任何市场资本 或者说是趋利资本的加入 只接受人们的专政 或者说是 等等的一些私人募资 因为我们看到了风投机构 它是属于一个机构 属于一家公司 公司性质的 或者说机构性质的 那么他肯定不会说是简简单单的说 我把一部分资金给我丢给你 你就不管了 如果说这样的话 那么项目方肯定就 还是可以考虑要他这个资金的 那么现在进入的话 其实我认为 项目方接受他的资金也是可以的 但是谈判的能力项目方更有底气了 我现在有了3500万的用户 我现在有那么多的一个生态 虽然说我现在在建立 是吧 建立的不怎么样 但是你要加入到个链 你必须得听我的 你听不听 你不听我 不要你要资金 现在想投我的人 大把的都是 捐赠我的人也都是 那么上次关于币圈里面比较火的时候 上这个派的假币的时候 有多少私人愿意去和尼古拉斯博士见面的 有多少人愿意去私自去捐赠尼古拉斯博士的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来讲 资金进入到派的这条主链 就是派的底链的时候 这个资金一定要把控到位 不是说你什么资金想进来就进来的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说这个富豪网站去投资的这个项目方 或者说投资的PiNet Worker 这个PiNet Worker 它是否是真的是投入到这个派项目方 给到尼古拉斯博士的 我不一定是这样认为 我认为它可能是投入到 PiNet上面的一些某些程序 比如说我拿资金去砸 在这个PiNet之上砸一个项目出来 砸一个生态出来 可不可以 那可以 我可不可以打这个PiNet Worker标志 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我现在正在做了哪件事情 做了哪件生态 在上面砸什么东西 我可以打出它的标志 比如说我现在以太坊上面 去砸一个生态出来 我去做一个什么NFT也好 或者做一个现实与虚拟的购物 元宇宙也好 那我可以把ETH的打出来 我在上面砸 是吧 我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或者我这样的一个认为 因为派项目方 给我们传递态度的信息 就是说他们不需要这些砸的资本 那这个资本方来 我认为它也并不砸 也是比较厉害的资本 也投资了非常多的钱 是吧 它动不动 就是像十亿啊 数十亿啊 上百亿的资金去投的 那证明它的实力是非常雄厚 如果说它的资金的进入之后呢 是肯定是对派的生态是为例的 但是如果说它是对于派的底层链 这个钱是给你过拉斯博士的 那就不一定了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认为 因为为啥 它进入那么多的资金 丢入到这个生态的底层之后 那么项目方会不会改变它的一个思路 或者它会不会进行你这个项目的一个走法 会不会给你进行一个影响 最终让派的最初的愿景产生变化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 是吧 因为资本的加入之后 资本也是考虑会去挣钱的嘛 尤其是风投机构 风投机构 为什么它叫风投机构呢 它肯定要考虑到风险与投资 是不是成正比的 你光是有风险 没有回收的这个可能性 那它还投不投 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人都是聪明的 机构也是聪明的 资金更是聪明的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 中途的时候加入的派 一是看中了派的本身自然的天然流量 第二是派现在目前没有成功 但是它肯定会成功 只是说从时间的问题 那所以它不需要派在真的成功的时候才去加入 如果那个时候才去加入的话 说实话真的是太迟了 所以上述说了那么多 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富豪风投机构 那么它是否是投入派 这点我们可以肯定的回答 它是投入的派 那么投入的派具体是哪种投入 是对于项目方的投入 还是说对于生态上面投入 这个就有两说 第一说 如果说对于生态的投入 那么这个呢 当然是越多越好 你拿的资金越多越好 因为这些生态呢 是在派的生态的供念之上去运行了 以后有好的生态之后 会吸引到大量用户存在 那么大量的用户存在之后 会拥有到派币 派币的价值会逐步的升高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那么第二部分就是 这个富豪机构给了钱 是给到尼古拉斯博士 他们手里面的 这个核心团队手里面的 那么他们对于这个派的影响呢 就不仅仅是对于生态的影响了 而是说对于整个行业的影响 那么Pandent Worker 在未来的外部三的一个布局 是什么样的 Pandent Worker 以后的一个走法是什么样的 它的这个币 是否是作为一个世界通用货币 还是等等等等的一些 全部都受到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项目方的一个决策 会不会向这个风投机构进行汇报 你是我的老大 你是我的老板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待的是 我们认为尼古拉斯博士就老大 范成雕博士就老大 如果说这个风投机构 进到派之后的话 那么我们的老大就变得不一样了 就尼古拉斯博士 范成雕博士 还有这家风投机构 是吧 因为风投机构 它会有它的专业人才 或者专业的团队 和项目方的团队里面 进行对碰 什么样的东西 他们会商业或者开会 会产生更多的一个思想出来 然后或者一些更加赚钱的思路出来 那么这就不知道了 那这就是关于富豪网进入派的两种形式 那么两种形式当中 我们讲到说进入到派的底链 底链它会出现这种影响派项目的一个发展 第二种情况就是说 你的钱是否是直接进来之后 就丢在我这里 不管你不管我怎么用你的钱 你都不要动我这个链的这个链想 就是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以后挣钱你就拿去分 不挣钱你就认亏就行了 那就像说走恰的GPG的模式 马斯克投入也好 微软投入也好 就是这个钱你丢进来 不是以风投形式去跟我考虑的 这个协议不是以风投的形式去签订的 签订的就是以捐赠的形式 我挣钱你就分钱 我不挣钱你亏你就亏了 你不要跟我指手画脚的 就是我的东西 我怎么说 是我说算 你愿意投你就投 你不愿意投你就拉倒 所以说这里面就要看清楚 项目方接受了一个资金 他接受了之后 他是以哪种姿态接入的 如果说是以派为高姿态的方式去接入的话 那么这个资本进入到派的底链 完全没问题 那么会促进派的一个生态发展 因为为啥 这个资金进来之后 你不要给我指手画脚了 怎么样发展 怎么去做 还是我尼古拉斯博士说算 是吧 所以说这个方面 我们是可以认同的 那么第二种形态 就是说这个资金进来到这个底链之后 进入到尼古拉斯博士的包里面之后 尼古拉斯博士屈服了 我的团队要不要去给你汇报 我们两个之间的技术部门 或者说和你们的风投部门 会不会进行一个风险保护的一个商议 怎么让这个项目做得更好 怎么让这个项目能够稳步的进行 怎么让这个项目赶快减钱 这个时候Pine Network 这个棱角就没有了 那么他这个创新心思维 有可能就没有了 为啥 因为他会说手说脚的 不敢去放手大干 知道吧 就可能会考虑到 我以上市为目的 我以政权为目的 而被资本去绑架了 那当然这个情况都是我们来源于 我们个人的一个想象和幻想 但是我们也要理清楚有这三种可能 那么这三种可能呢 我刚才说的比较多 那么我现在简单的再给大家总结一次 就是风投机构进入到Pine Network 它有大的两种模式 一是底链形式 直接给到项目方 那么第二种呢 是以生态的形式进入到Pine Network 那么以项目方的形式进入呢 又分两种 第一种就是高姿态进入 项目方姿态比较低 投资方姿态比较高 那么项目方和他之间呢 要进行一心的协作 然后去出现Pine Network 这条链 那么这个呢 是不好的发展 我认为是不好的发展 这样会扼杀项目方的一个创意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项目方的姿态比较高 那么你这个投资方的姿态比较低 项目方 我要你的钱 不是拿来你对我指手画脚的 我怎么发展 我要用你的钱 我就用 用了以后挣钱就给你分 不挣钱 你也不要给我指手画脚 所以说 这种方法呢 也是对于项目方式向好的发展 那么好 再来说一下 对于生态的投资 对于生态的投资里面呢 就是对于普通的人投资 或者说你成立一个机构 或者成立一家公司 在Pine的生态上面去开发程序 或者说建立一个庞大的生态 那这个生态呢 是运行在Pine的底链之上的 Pine Network 我个链上的 你去做好这个生态之后 你用的是什么 是Pine Network的Pi币 是用的Pi里面的底层逻辑 所以说 这个呢 是为Pi去变相了于负能 这个生态越有钱 对于Pi来讲 就是越好 所以说对于这次的一个风险投资呢 我的个人看法就是 希望Pine Network 不要忘记初心 接受了这些 可以操控它的一些资本 希望呢 Pine Network 接受的资本呢 是来源于项目方可控的资本 虽然说现在的Pi来拖拖拉拉拉了 但是 从某种意义来讲 我还是比较能够看好的 你虽然说拖拉 但是你 内心里面的一些愿景 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么我们所有先锋呢 是希望Pine Network 稳步就班的往下去走 同时呢 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 那么在最终 让我们去选择收益和愿景的时候 可能会有大部分的人 去选择了收益 而去忘记了最初的愿景 但是如果说 从长远的角度去看的话 我还是希望 这个Pi列呢 是永久长存的生存下去的 那好 这来就是关于 我今天的一个全部分析 那么以上分析 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和我个人一个内容 那么当然呢 我知道现在的很多Pi 还是非常的希望 自己能够去见到钱的 所以说上面所讲的 Pi接受资本的三种形式 你更倾向于哪种呢 那么第一种 就是Pi接受资本的加入 同时呢 被资本所绑架 然后Pi会快速的去上市 那么第二种 就是Pi接受资本的一个投资 但是你这个投资方 无权去供问我项目的进展 我只是利用你的金钱 而把我的Pi项目做好 那么第三种就是 投资方呢 做的是一个好的生态 那么在生态之上呢 给到所有的Pi有用 那么通过底层的Pi的技术 运用了Pi的代币 去给所有的Pi先锋去使用 所以说在三种情况 你倾向于哪一种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那好 今天就会来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